进口蛋食安风暴扩大 桃园市查货物流仓储 有149万多颗巴西蛋 全市有效期不到7天的集齐品 却已经出货给6个县市 台中卫生局更查到两家工厂 金宝蛋品跟新德茂食品公司 专门替农业部代工 把巴西蛋 土耳其蛋制成液蛋 还说依中央续产会指示 故意把产地写台湾 直到7月底 中央才通知他们把产地改回来 业者在6 7月间所制造的冷冻杀菌液蛋 军交由中央续长会来处理 中央相关单位应该更加速提供 详实的产品流向资料 农业部第一时间没有回应 惊人的是难道中央真是 只是业者违法的最大黑手 查证属实的话 农业部的官员是要坐牢的 陈吉仲知不知情 这不会因为你下台司法就不查 知法犯法的事情恶劣到了极点 陈吉仲在关键时刻请辞获准 直到最后一刻还认为自己没错 感慨到哭出来 网友狂轰大关走了 但烂摊还在 集中下台但坏蛋也还在 账还没跟你算怎么轮得到你哭 关键争议进口蛋流去哪 坏蛋臭蛋被谁吃了 还没说明白 篮尾甚至爆料 除了学生连退辅会 荣家和寿刑人都可能吃到 品质堪律的昆虫蛋 两败去啦 两败去啦 大家这里去啦 钱三个月不败不开 把台湾人都做烂摊 你让我吃到这种两个 我今天去烂摊 你今天开的 你命不算完整 这种东西吃下去死人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老是在台湾住了一辈子 我还没吃过这么烂的蛋 几十万公斤的混冲蛋 还流去哪里 超死八千多万颗的巴西蛋 一半以上买来烧掉 是不是有弊案 也没人说明白 你小英总统这是你的部长 还要怎么买掉的 你现在还在做总统 还在特国的领我们的钱 你的部长出这种包 你现在买的地方 刷英文你敢不先出来 我嘴说爱台湾 你吃这些本素的东西 几一的纳税钱买蛋还丢蛋 结果竟然还害一堆百姓不敢吃蛋 农业部有没有图力 谁是黑手 民进党执政下 不知检掉还能不能查个明白 记者张正名王志恒 台北采访报道